《雅各書》第四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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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及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信服神 无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意义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仇苦悲哀哭入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无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论断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哪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是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哪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